原本只是提供给理法顾客当点心的韭菜水饺 居然变成老涛争相预约抢定 热碎香复原村理法厅老板娘陈阿猪 师辰大陆级的地席包水饺的功夫 用自己栽种的韭菜现彩现包入馅 新鲜多吃 意外成了韭客口中的隐藏版美食 刚从自家菜园收割下来的韭菜 搭配新鲜饺肉当内馅 陈阿猪开始包韭菜水饺时 已经由老顾客温香下单抢购 一包就国中校长 又那么凑巧他来开会 还有没有水饺 老公说我老婆昨天开始包了 好有福气哦 陈阿猪师辰大陆基地 洗包水饺的好手艺 用自己栽种的韭菜现彩现包入馅 早期原本只提供给前来 里把洗头的顾客当点心之用 但先能多吃风味独特的滋味 吃了唇齿流香 即经口耳相传 意外成了韭客口中的隐藏版美食 而真香预约抢购 他们的韭菜是说人家买好好 多多 多人家挑好好的 我这个都是纯手工 都自己要洗 要挑 姜氏老的辣 陈阿猪花不到20分钟 就包好了一大盘的韭菜水饺 陈阿猪说去年住家遭注荣之灾 理法厅身材工具全复制一具 以无心包韭菜水饺给顾客享用 但经过亲朋好友的鼓励 以及涛客吹出下单的力挺 陈阿猪今年又开始种韭菜 也透过了包韭菜水饺的过程中 恢复了他对生活家庭及工作的热忱 没有歌也很可惜 好了 就鼓起勇气又开始在包了 陈阿猪的好手艺 韭菜水饺好吃风味绝佳 不少人也开始敲碗 期盼他开店 陈阿猪笑着婉拒说 由于他坚持用自己种植的韭菜才放心 产量少也无法稳定供应食材 因此并没有开店的打算 目前就只包给亲朋好友享用 或熟识的老顾客预定购买 记得时遇兰瑞碎裁缝报道